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印太 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五月萨日宣布 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 但任务不变 马提斯并说 美国将持续投入维持印太的去的稳定局势 强化自由与开放且已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川普政府提名原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 以缺由戴维森接任 萨日与夏威夷举行交接仪式 马提斯致辞指出 美国与印太的区多数国家共享愿景 无论各国大小 其主权都该受到尊重 而且这是各开放的投资区域 自由 公平与互惠的贸易 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掠夺性经济或胁迫 因为印太有许多代 许多路 马提斯这段话虽未提及中国大陆 但一句印太有许多代与许多路 似乎是针对中方的一代一路倡议 正在夏威夷以美军基地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表示 马提斯的发言 彰显美国将太平洋与印度洋 是为一体的思考方式 这也符合日本安倍政权所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表明美方非常重视包括大陆在内的区域安全保障 新任印太司令戴维森表示 大陆与俄罗斯必须维持为美国的优先事项 但也必须考量北韩 暴力极端主义 伊朗等 即将驻韩的哈里斯则说 北韩仍然是美国最迫切的威胁 无法接受拥合北韩 若美国与其盟友 合作伙伴末有参与和摄入 则大陆将实现在亚洲的霸权之梦 我们应该尽可能与北京合作 但也随时准备好在某些必要的领域 与之对抗 针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改名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萨一日说 不管名字怎么改怎么叫 美方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 在亚太的区存在 至于哈里斯指大陆将成为亚洲霸权 华春莹表示 这是典型的遗迹之心度人之父 华春莹说 不知道美国能不能也像中国一样 坦然向世界宣告 美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 她说 美国在南海的区军事存在 远超过中方和其他南海沿岸国家军力总和 华春莹说 中国不是在南海最早部署武器的国家 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的国家 更不是在南海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 到底是谁在南海推动军事化 大家可以擦亮眼睛 答案不言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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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